同学们好,今天这节课呢,咱们上自习 那个老师不在,同学们一定要自学一点 然后现在我念到名字的同学呢 给我去办公室,什么都不用拿,跟着我走就行了 第一位同学是林彦 还有一位同学,就是张晓昂 两位同学走,给我去办公室 张晓昂同学呀 这个去年呢,也是你 我基本上每天呢,都会帮你叫他把公室来 然后今年呢,也是每天一天都不差呀 你真的留了一记了,你怎么还好意思呢 你是打算明年再上一次一年级对吗 我这马上都教了你两年了 这最基本的题怎么都没有做对呢 我呢,觉得你的脑子可能不是很灵光 别的同学呢,可能就是进步的慢一点 然后老师呢,每次给你布置题 你就布置个五六道题 别人的都是成片的,我呢,对你要求也不高 确实每天给你布置的做一页呀 可以完成,而且完成的对就可以了 你呢,十件二 这是几啊,两个大石头落一块了是吗 这是霸,谁叫你的霸,这样写呀 画两个零蛋在上面是吗 八是这样写的 你这是啥呀 两个零蛋是吗 还有下一题 三千二加一 对,这个是对的,等于二 但是,咱们这年纪仅仅的 字,为什么不能写的大气点呢 你写这么小,你让谁看见呀 咱们是个男孩子 下次写字的话 各位写的就是 比较那个霸气一点呢 哦,说到霸气 咱们这个零蛋,画的是挺大的 也挺霸气的哦 还有这个 七千一,一千一,让等于五 谁让你写的这个五呀 哦 这个五是不会写吗 这个 五是要写这个 哦 你别给我写写哈哈的 十千五加一等于六 你这多了两个六有啥意思呀 666 我给你想得出来呀 一个六 你有点想到了666是吧 小小同学 我感觉这有些题呢 你也不是不会 但是咱们这每道题 能不能认知能对待呢 这个 三千二加八 你给我画四个点上一次呀 哦 等着我给你写呢 你也是咋说的出来呀 等着我给你写啊 这缩写都是我给你布置的 你等着我给你写啊 这个限期你交了几次家长了 今天刚好是周五对吧 今天才交过来的刚好这一周 一点都不沉对吗 这个书写题呢 三千放到一表 然后呢 再是咱们的语文作业 就这几个字 你都写了将近有一个星期了 你都没写完 别的同学呢 每天的作业 都是写故事呀 然后写并语 你等啊 就这几个字啊 给我写了一个星期了 我的天哪 你这葫芦画个票都没有还对 你就是一点写一个 这一周 至少也能写五个吧 你呢 这一个星期了 给我写了这都是啥呀 这个讲 这什么字啊 自己能看得懂吗 还有这个笑 谁让你这样写的 我喜欢 你看着你也在家 是这样写的是吗 你可证明看呀 老师这么教的 你就这么写 你也在家这样教你的呀 嗯 是吗 如果是你也这样教你的话 今天呢 就让你也过来 我找你也打话去吗 不是 你只是觉得这样写的简单 时候挺简单的 就这样 就这样就是个小字了 嗯 我特意给你写了个 长小昂 好学生 我以为你真的会有感悟呢 原来真的是我搞过你的 小昂同学呀 虽然咱们是小学呢 说多了吧 怕你受不了 这不说嘛 你又带气人了 你小沙要去上个小的 我再问你 啊 你是觉得家长天天来 你很光荣是吗 这天干的就要进门考试了 我本来是应该 转机帮里面复习的 这现在都很好呀 你耽误了我一节课 如果下学期 你要是还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个 我就只能找你的家长 给你申请退学了 你这个学生呢 我也是真的是 但是我已经教不了了 没法再教了 这都一年纪了 这自己的名字都还不会写呢 这你爸妈在家都不愁吗 啊 是不是觉得老师说你 你还在产产自己是吗 好了 老师也不想跟你说了 到我放学的时候 谁过来接你呢 你呢 听着你的家长 来我办公室一趟 好吧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